论文抄袭案 国安局长陈明通 反击是余正皇抄袭林志坚 余正皇律师团批 这可以说是非常的荒谬 而且还传出 这个余正皇在调查局又被处理 对此立委服补选当选人王鸿安表示说 这国安局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 有没有因为陈明通要护林志坚 而动用到了国家机器来整肃余正皇 如果是陈建人来阻隔的话 事实上就等同于蔡英文来组阁 那么陈建人这个内阁一定会成为蔡英文的傀儡 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在这一次民进党败选之后 那么苏贞昌下台了 那么蔡英文是不是还是不愿意交出权力 拒绝跛脖脚 那所以这样的内阁真的没有办法令人期待 陈明通现在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恶劣 那么而且他也反复 那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如同刚讲的 他如果认为说其实林志坚是没有抄袭 那么显然 陈明通的说法 他也没有办法说服台大学轮回 这是其一 那么另外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最开始的时候 陈明通对于正皇和林志坚 他说没有谁抄谁的问题 这个是陈明通的说法 可是他现在为了保林志坚 为了保自己的官位 竟然说是于正皇去抄林志坚的 所以也就是陈明通打脸陈明通 所以陈明通的说法到底哪一点才是对的呢 所以我才讲说陈明通满嘴谎话 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 所以他应该立刻下台来接受调查 国安局长陈明通 他一改过去对于林志坚 路闻抄袭的不表态 他指乎林志坚的案子很确定是一个冤案 而时事评论员黄耀明认为 陈教授突然是上了陈局长的身 就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官位 而且陈明通一喊冤 蓝营就怒轰说 真正冤的是于正皇跟台大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更是喊话 要陈明通解铃海虚信任人 应该之所进退 33处林志坚一次抄袭 于正皇论文的铁证一次曝光 尤其于正皇写作时 引注来源清清楚楚 但是林志坚的论文 却看不见引注资料 原来于正皇在记草稿给陈明通的时候 先把引注资料通通拿掉 于正皇在整个处理 这个他的论文算是很谨慎 就等于说他埋了一个梗 那当今天你抄了我的论文 这个是高下立判 只是林志坚和渠岛教授陈明通 继续挑战国人的是非判断 难怪会说出这番话 林志坚这个案子 很确定是一个冤案 冤案 冤案 陈明通你以为是在演 六月非双痘儿冤吗 事实上真的冤的是于正皇好不好 真的冤的是台大 台大的效益轻益 就被你这样抄袭机器 抄袭产生者 整个把声誉赔掉 陈明通大喊是冤难 是因为国民党团要求他道歉下台 但别忘记过去陈明通 面对小致的论文抄袭案 早有一套标准答案 陈局长是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 陈局长是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 结果这回却大动作喊冤 他要保他的官位 所以这时候陈教授 就上了陈局长的声 说穿了陈明通就是一个 爱这个官位比什么都还要重要的人 就是为了保住他的位置 不择手段 陈明通恐怕不只要保官位 还要保国安局的预算 但喊得最大声的 不一定就站得住脚 陈明通局长 应该知所进退 解零还需系零人 我这句话当初建议他的学生 现在我也建议他 他应该知所进退 两度喊话要陈明通知所进退 但这一句话 间接预示着陈明通离之所进退 这条路恐怕还很远 接着让中林陈佑台北报道 好我们看到前新竹市长 林志坚指导教授 也就是国安局长陈明通 在10号突然说了 林志坚的案子很确定是一个冤案 但是吴子佳认为 陈明通为什么不在桃园市长选战的时候说 他现在才讲 是因为当时要是做了 国安局长的位置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不过现在呢 国安局长可能没得做了 他开始豁出去 反正也没有损失 可以说是他任上最后的一级 好另外我们看到 对于这个于正皇呢 控告了林志坚论文抄袭的事情了 林志坚在11号是亲自的出庭反驳 有抄袭的情势 而前立委郭正亮表示说 很多人看到了林志坚出庭 都觉得还好离选举还很久 而郭正亮的直言说 民进党呢 在未来一年都不敢再碰林志坚 林志坚在政治上真的是死刑了 我觉得他只是第一场他要出啦 那下次他就不会去了 所以对啊 这个就是两手举起来说 我清白啊 我清白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那接下来六月我们下选 他不管 六月还久 那个那个 陈平东也是嘛 陈平东说要确定这绝对是个冤案 对不对 这个我坦白讲啊 这个很多人看让他出庭 都觉得还好离选举还很久 我就只有这一次了啦 我估计他不会再出庭 那这个是他个人选择 这谁能够说是什么理由呢 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政治的盘算 没有啦 这次的内阁改组绝对跟他无关 这个民进党在未来一年都不敢碰他啦 他政治上真的是死刑了啦 真的没有办法 他是澎湖浮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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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